现代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不仅人人痛恨 而且也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发展的主要弊端 那么腐败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呢 古老易经中的古卦告诉我们 腐败现象自古有之 因为欲望是人类生产发展活动的一切动力 但是欲望的诱惑也会导致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 那么易经中的古卦能够帮助我们防止 现代社会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吗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 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政治腐败 我们看古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古 就是器皿当中生虫 器皿怎么会生虫呢 就是器皿上面有食物 食物腐败以后它就会生虫 你看那虫干生出来的时候可能只有一条 可是很快就几十条就出来 所以古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把各色各样的毒虫 把它装在一个罐子里面 然后把罐子蜂蜜 蜂蜜了以后里面的虫 它没有东西吃 它就自相残害 然后你吃我 吃你 吃到最后只剩下一只虫 那只虫是百毒之虫 那是厉害无比的 社会风气是一样 刚刚开始变坏 你不交房子 后来严重的谁都没办法 我们今天所讲的腐败 还有蛊惑 生病 败坏风气 这些东西都叫做 但是我们如果看看它的挂词 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挂词怎么说 古猿亨 腐败会猿亨吗 生命会猿亨吗 社会风气不好会猿亨吗 那就想另外一个角度 说一个人难免会生病 社会难免风气会变坏 事情很可能越来越糟 意思告诉我们说 腐败是难免的 你只要及时加以有效的诊治 那你也是大亨童 可见易经给我们的是 故意多以指责 它给我们是比较积极的 一些想法 而避免消失 之中放在脑海里面 易经的智慧在于 根据自然现象的规律 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古卦的上卦为根代表山 下卦为信代表风 正如《大象传》所说 山下有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卦象上 领解古卦的含义呢 山下有风的自然现象 又掩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判词它写得很清楚 信而止 信是风 风吹的时候 它碰山 它就被阻挡 那个风啊 碰到山的时候 它就从那个山 然后就把很多果树 把它吹得淋淋落落的 同时呢 就把很多东西啊 吹得很上漫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败坏 凌乱 然后腐化 我想一般人啊 看到这个秋风 扫落叶的时候 他自然会去想 要把庭院啊 这个清扫清扫 但是请问 有多少家 清扫得干净的 你人是扫叶子 你这边干扫过去 那边落叶又下来了 所以他下来就告诉你 立社大船 一定要 抱着这种心情 我有很多阻碍 我会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 我不能不做 网友视野 网友视野就说 你要向 霍乱的那一部分 去面对 而不是逃避 有事 我怕事 那就糟糕了 我们中国人是 无事 我不惹事 但是有事 我不怕事 这才是古的精神 先假三日 后假三日 是告诉我们 你要先 有充分的准备 事后 你要知道 怎么样去摆平 很多人不是 想做就做 然后履历风行 最后 做不下去了 然后草草 收藏 给大家很怪的印象 我们看了古卦 就应该知道 凡是任何事情 忠 则有始 他有始有终 他是循环的 所以你看完了完了 你就知道 新的希望 应该是 很快会出现的 所以 我们 不要怕腐败 一旦发现腐败 你要下决心 想办法 去整治 我一再提醒 当官的人 当生意人 送你一百万的时候 你脑海里面 要有两百万的数字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挂 他出一百万给你 他自己一定拿一百万回去 所以一旦你出了事情 你去查那家公司的时候 他出让给你的 可能是两百五十万 你那时候在 很愿望啊 没用 你事先知道 他给你一点好处 他自己一定有一分 将那些两份 你去扛责任 你划不划得来 人啊 很多事情 你事先了解 多交防备 把那个路堵死了 对双方都有好处 你心一软 门一开 后患无穷 山下有风 这是自然的想 但是我们要想到 风气的败坏 就从那个一股风开始 一经中的古卦告诉我们 古拜是一种必然现象 虽然不必大惊小怪 但也必须严加防范 尤其在经济文化 生活飞速发展的间 越来越多的人 为物欲素雷 在追逐经年欲全的 红柳中 疲于本命 最终 却与幸福擦肩 我们看到这几个谣里面 它有两种 一种叫做干父之谷 一种叫做干母之谷 干是什么意思 干就是整治 就是做事情 那干父之谷是什么意思 就是精神方面的腐化 干母之谷 就是物质方面的腐败 你看我们从小 爸爸教给我们的 多半是精神方面的提升 而妈妈给我们的 多半是物质方面的照顾 就非常符合的 出六摇 有负 干父之谷 下面就有子 谁来干父之谷 何子 这个负跟子代表什么 代表前后任的关系 是新任的人 我一接任 马上把前一任的东西 都弄你弄出来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你该干什么 你来闹革命 交接以后 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持续下去 该改的 是不是可以 这种先后任的关系 要决定的 我们看出六的小项 你就很明白了 干父之谷 一成考验 考就是先父的遗志 一成考验 就是说 你的动机 你的用意 是要继承 而且发扬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人们常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 意思是说 新来的官员 常常会完全否 以显示自己的能力 而古卦初遥告诉我们 聪明的官员 要继承先父一致那样 继承发扬 其认正确的方针政策 才能使工作 稳定开展 中国传统中 把过世的父母 统称为考笔 那么为何在九二遥子中 却没有笔字出现呢 这样的编排 又暗含怎样的玄机呢 你看出六遥 有父哦 干父之谷 九二是干母之谷 那为什么姚慈 只有在初六 他有考 他没有笔 是不是表示说 爸爸死了 妈妈还在 这什么意思 他就告诉我们 精神方面 比较容易 屋子方面 他很难死的 你看一个人 一旦抽大麻以后 你要他改 那是难的不得了 一个人喜欢吃 以后你要吃 他回复 平常的家常变化 他难过得很 一个人 天天穿那个丝绸啊 很舒服的 很滑贵的 你要他 回来穿棉布的 很难 所以人千万 要养成坏习惯 一旦养成坏习惯 你要改 是很痛苦 很为难的 观念不断地沟通 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凡是习惯改不了的 就是他观念 没有完全通 因为观念 它是行为习惯的驱动力 当你认为 要开名车 你才有身份的时候 你没有名车 你就很难过 就很丢脸 当你觉得 车子都是带步的 什么车都可以 就算没有车 我叫不计程车 叫不到 我走路也可以 安部当居 也是车 我们都把走路 叫做坐死一路的 用十一 坐死一路 你怎么来的 坐死一路来的 也很愉快 考就代表说 你只要把观念清楚 那你就无究了 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 力终极 力就是危险 你始终老观念 始终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始终不接受人家的 劝告 那你一定是危险 可是当你一旦 悟到了 要改非常快 马上就改过来 所以就终极了 最后一定是好的 我想整个的 古卦 他的用意 就在告诉我们 犯错难免 不要后悔 你后悔有什么用 你要面对 这种现象 要负起责任 然后你 这才值得我们 赞美的 五人云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语经》中的古卦 告诉我们 整治古拜 要从改变观念入手 那么是不是 改变了 就能不觉 古拜现象的发生 当整治工作 受到阻碍时 我们又该如何愿意呢 干母之骨 不可征 就是说 物资方面的 这种腐败 你不能够坚持 你不能够固执 你不能够说改就改 不能 为什么 因为那会引起 很大很大的这种 抗拒 最后 可能群群的工资 使你想整治的人 都被劳 那你只有一番好心 你达不到你的目的 那也不是古瓜的精神 在物资方面 你千万记住 不可争 不可争是把引起反弹 造成更大的阻力 你这一退却 那更糟糕 风气更快的 风气更快 所以你只要解释 整治不行的话 你就把这个整个二势力 都把它张扬起来 后面要改的人更困难 因此呢 因此呢 二的小象 他就告诉我们 德中道也 你一定要刚柔事宜 多从观念面着手 只要观念改过来 他这方面很快就改过来 九三呢 九三又是干父之谷 小 有回 无大究 没有大究是没有大究 但稍微有一点烂的后悔的地方 这什么意思 就告诉你 你稍微有一点多则 你稍微受人家一点批评 你千万记住 你不能放松 你要继续做下去 该坚持的我要坚持 我可以多沟通 但是我不能那么 你们有一件可以表 但是 我会 把道理说给你听 我不禁止你 但是我把道理说给你听 这样会怎么样 这样就会 我们现在看到六四 欲父之谷 往见令 欲就是宽松缓慢 又宽松又缓慢 你想要来改变这种观念 想要这个治理啊 精神方面的弊病 长此以往是一无所获 所以小象告诉我们 六四太柔弱了 结果呢 往未得也 然后又假借说 我们要包容啊 我们要宽量啊 我们要怎么样啊 讲一大堆理由 你长期一往是一无所得 那最后就浪费时间 那就是有了那个位置 而什么事都没有干 我们经常骂这种人 古卦 拳卦最重要的是六五 六五的谣词怎么说 干父之谷用玉 你看到这个玉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说玉五多功 他应该有功才对啊 怎么变成玉呢 就在告诉我们 你要把功劳啊 滥给九二 他跟群众比较贴近 他比较荣誉去整治 所以小向讲得很清楚 干父用玉 乘以德也 这个乙德啊 就是用品德来 用九二 我不会出卖你 我也不想利用你 我真正的赏识你 能够合理的去推行 这个整治的工作 我在后面全力支持你 你放心 让他对你有信心 他就会好好去表现 而你呢 只得到大家说 哎 你这会用人 你是知能上任 你是责任下授 用对人做对事 领导一方 这样就够了嘛 礼记有云 傲不可长 欲不可纵 智不可满 乐不可及 这一书话给我们的警戒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过程与要点 只有力射大川将问题逐一解决 最终才能清楚腐败 那么在整治工作中 哪些才是我们以后 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呢 你看哦 我们每一摇都叫鼓 只有到了上九摇 鼓不见了 鼓不见就是整治完毕的嘛 那还什么 不是王侯 高尚其事 高尚其事 就是说 我淡泊 是事 我事情已经完了 我不留念这个职位 我当初是这样 到现在还是这样 这样的话 上九的小象那四个字 你才完全明白 叫做自可折也 折就是效法的对象 叫折 后世的人 就会像你当作一个榜样 怎么样去整治腐败 我想我们把六个牙看完以后 我们应该注意三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你整治的动机 要成真 如果你是为了私人的利益 借整治腐败之民 我们常讲那句话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第二个 过程要讲究 你做绝对的人 你不想 想话都不一样 他们会无意当中 造成很大的阻碍 你看为什么社会上流言那么多 明明这个人没有贪多少 讲他贪了很多 就都不白之冤 那你要防备 你先多沟通 叫做什么 先假三字 先假三字都没有问题了 做了 还要继续后假三字 第三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 先后认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 前后认 要好好交接 不是说隐瞒什么罪恶 而是彼此 我们讲到这里 每一个人 要知道 古卦是必然发生的 古惑是必然存在的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减少到最少 只有好好读读灵卦 灵卦就是 灵卦就是面临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提高解决 一开始不要搞错 这样我们才知道为什么 就要来谈一谈一谈 临世而聚 谢谢大家 灵卦告诫我们 每个希望功成名就的人 都会面临许多艰难远阻 那么追求名利 是不是错误的 竞争和合同 是不是水火不容 当人生遇到艰险与挫折之时 怎样才能趋吉必凶呢 与灵卦有关的许多成语 又能给我们怎样的人生智慧呢 请继续关注临世